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好山好水好空气 我们吉安乡又是我们全花林县很重要的一个农业基地 所以呢 缤纷吉安幸福相承呢 我们希望能够让所有的三朋友一起来跟我 还有跟我们的乡长 跟我们所有的团队一起来体验吉安乡的幸福与美好 跟大家介绍今天特别来宾 就是我们的吉安乡长游淑珍游乡长 大家好 乡长很开心了 今天能够来到我们的棚内了 是 非常开心 那还有这个吉安乡农会的总干事张德琦张总干事 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 还有我们的乡长的最得力助手 也是我们农业课的课长 我们的彭连翔彭课长 各位电视机的观众大家好 其实今天乡长到节目中来 我们这个缤纷吉安幸福相承 第一档推出就是要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 对不对 是 我们居然我们有一个很有趣的活动叫做韭菜婚礼 所有人都注意到韭菜婚礼那是什么东西啊 我们的铁人乡长怎么这么有创意 好 这个原因有了当的先 乡长先说明一下 长长久久就是爱你就是想你 我想吉安市保以外 在吉安的农特产品非常非常的棒 有来自于中央山脉的出因水菌所灌溉而成 当然有好产品我们一定要有好的创意 幸福乐活的家园 我们创造的产值除了是农民的受益以外 我们在地居住的好朋友们 也必须要来跟我们一起幸福快乐乐活 从108年遇见幸福 109年遇霸不能之后 今年我们要推出的是 长长久久这个韭菜婚礼节 花蓮吉安乡的韭菜这么美丽 我们希望在韭菜田里面看到50年结婚以上的长者 跟我们的家人孙子甚至于三代四代 一起来乐活在韭菜的氛围里面之外 我们更要把乡境内的孩子 所有的艺能包含了国中小 在全国赛里面的特优以及既优的这样的奖项 分享给在地的所有的乡亲一起来共享 也能够让我们的孩子们得到满满的自信 获得的是我们亲子共荣 跟我们在吉安乐活的一个原地 我们也知道吉安是好山好水好洁净 更是我们亲近家园第一名的乡城 所以我们带来的是 适性幸福快乐的氛围 当然在我们的老年跟我们孩子 我们必须要是共享共荣 来享受亲子乐活跟农场 还有我们整个圆满市政 作为很棒的一个分多金的一个温馨 是 其实我们的乡长 他真的是很有创意 他会觉得一个乡镇的推动 不是单方的单方初期 而是必须大家团结在一起 纵向横向的大连结 才可以促进整个吉安相共同迈进 所以刚刚乡长提到了 从这个遇见幸福 是 遇霸不能 是 芋头 都是讲芋头 吉安除了芋头之外 韭菜也非常的好吃 也非常的有名 所以乡长会觉得办一个活动 农业不是只有农民关心 不是只有农夫在乎 不是只有家庭主妇买菜要关心 商场刚刚的话语当中就可以听到 他希望能够把孩子也拉进来 也把我们的观光产业也拉进来 也可以把我们的一些 年长者 饮法族的幸福也拉进来 哇 真的是一个大融合 对 其中呢有一个特别跟乡亲报告的 我们这次也特别让脊椎伤残的手作水饺 在这里来做运行 如果乡亲好朋友我们有爱心 我们就来平常就可以来 成功这些爱心的水饺 还结合工艺 乡长你想的也太广了吧 这就是我们的铁人乡长 所以我们吉安乡在乡长现在是第二任 已经第五年了 这五年当中可以看到更大要劲的一个进步 所以就是有这样的钢铁团队钢铁乡长 真的是相信科长非常的追得很辛苦 要继续加油 好 那刚刚谈到有芋头有韭菜 试饱 这个试饱哪试饱你背得出来吗 走干事 赶快解答一下 是是是 谢谢 那除了真的要很谢谢我们油乡长 对我们农业的支持以外 那吉安是一个族群融合的城市 那我们有闽南 有客家 有外省 有阿美族 所以我们的农特产品相对 较于其他乡镇来讲 也是全化链最丰富的 所以我们除了吉安市 把我们的吉安米 我们龙须菜 就是人家所说的准人瓜苗 那我们的白头韭菜 还有我们的芋头 这是俗称的吉安市宝外 其实我们的番茄 我们的欧奇亚就是黑市番茄 在台北市场上也非常 接受度也非常的高 还有大家知道的山苏 还有我们的现在正在流行的红凤菜 这些都是我们吉安这几年的特产 那我们真的很谢谢 其实农民都很努力的种出最好的农特产品 但是行销真的是非常的重要 除了农会帮忙农民以外 最大大要谢谢的就是县府跟公所 因为公部门其实他们在于对于农特产品的行销 会有一个品牌 会有一个行销的力道 可以加强我们 让我们的整个的农特产品的销售的金额跟价格 都会上扬 所以这里是要非常谢谢我们邮箱长 对农特产品的支持 那当然吉安市堡这一次所办的 韭菜的婚礼节 那我们的白头韭菜 是有别于一般大家认知的 所谓的青头韭菜 就是一般我们吃意面 或者是阳春面所加的韭菜 就是我们一般市面上所种的青头韭菜 它是比较嗆辣 比较油肌 比较小肢 那我们吉安的白头韭菜 是为什么会在全台湾这么受到欢迎 就是我们的葱 它的韭菜白跟葱白一样 所以它的生产的比较稠 那它不辛辣 它非常的香甜 所以在大台北的饭店民厨 他们很喜欢直接汆烫 加了蚝油 加了柴鱼片 这样子吃就非常的清甜 非常的香甜 那当然在吉安种植这些白头韭菜 在大台北地区 我们一整年的整个销售来 都将近五千万 我们去了将近有五百多吨 所以这都要谢谢我们农民 努力的付出 那当然也要谢谢湘共同学这边 每一年都为了我们吉安的 农特产品的行销 竭尽心力 那之前的欲罢不能 针对我们的冰岸熏育的部分 也打响了我们冰岸熏育后 媲美台中大甲的云头 那今年的韭菜婦礼节 我想我们的白头韭菜 又可以再创一次的高峰 是 所以吉安真的是个好地方 刚刚其实不止四宝 以前最早之前是三宝 后来多四宝 我们可能要八百宝 未来有机会所有的 因为我们有好山好水 好土地好土壤 我们就可以适合推展这个有机 又是一个重镇嘛 所以其实任何的植物 只要在我们吉安的土地上孕育 一定是最棒的 所以总算是不要客气 所以未来可能八百宝 好的 那我们也知道 其实不是只有农业单位 他们单方面的努力 农民努力的工作 其实刚刚提到的行销很重要 行销就要创意 不是很简单的 就是在果菜市场里面卖 这个卖每天批价 是批不出什么更刺激的火花 那乡长的创意 就是把这些东西结合 一些趣味的活动 拉近所有年龄层的人进来 可能甚至于艺术家也进来了 艺术家什么时候想过我要去看韭菜田呢 那可能看芋头田呢 就把它带进来了 所以是很欣赏箱长的创意 那我们就要回到今天的主题 我们要讲的是 幸福九九 吉安九九 我们的韭菜婚礼 好可爱 每个要插韭菜吗 赶快请我们的客长来跟大家说明一下 这个活动是什么 请大家一定要来参加 谢谢主持人 谢谢观众 那这一次的活动 其实在年初的时候 我们就开始在筹划这个活动 那为了这行销四宝 我们乡长是花尽了很多的心思在这里 那这一次的主题在韭菜的部分 那我们为了行销韭菜 那乡长其实都是乡长的创意跟巧思 那我们农业客就是一个执行的单位 那我们当然很努力的去完成这个任务 那这一次的活动的内容 主要我们要邀请到 结婚年龄50年以上的这个老大人来参加这个活动 是一个很有意义的 那为了克服这个老大人的行动 还有这个现场的环境 我们本来是把这个活动要办在韭菜田里的 哦 真的 那因为为了怕了老大人一些危险安全的考量 那我们克服了很多的困难 把韭菜移植到这个盆栽里面 那要配合这个天时地利啊 还要人和 这个韭菜花会在我们办活动的9月16号 大概是最盛开的时候 对 因为我们平常看到韭菜田就是吃的韭菜 韭菜花其实我们还很少看到 真的 那这一次透过这个活动 大家乡亲可以一睹韭菜花的风采 那另外我们在当天 有很多的也是都乡长的创意 那我们给他有结婚的这个礼服的创意奖 哇 创意是比赛啊 是比赛 我们有请了一些评审来评比这个活动 那第一名的我们有给他奖金 我们有给他八千八百块的创意奖 好酷喔 第二名我们有给他六千六百块 第三名有三千六百元的这个创意奖 那我们也鼓励 给一个特别奖 给年纪结婚年纪 给最高龄的 最高龄的 年纪也现在 因为我们现在报名有九十几岁的 最高龄我们给他特别奖 再给他六千块的鼓励 那乡长也有提到 希望老大人来参加这个活动啊 希望三代同堂 四代同堂都来参加 那我们现场会给很多的现场的加码奖 那这就我们保留一点点神秘 那再一次 这个活动办在我们的吉安浩克艺术村 住址在吉安厢中山路三段477号 活动的时间在9月16号星期六 上午的8点半到12点半 那希望当天所有的老大人玩得愉快 所有的乡亲也玩得愉快 这报名额满了吗 目前报名已经接近额满 接近额满了 38对的老人家 已经有38对了 其实50对 希望可以有50对 哇很棒哦 那相信到9月 活动是9月16号 16号 到9月16号之前 我相信50对结婚50年以上 金婚呢 是 好像最高只算到金婚了 对不对 金婚这是很难的 你要看他一辈子看50年 很棒哦 所以真的是很棒 而且还特别还想到 就是给他们的婚礼 他们要走秀是吗 对我们有铺红地毯 让他们来走秀 所以针对这个活动 也谢谢县长县政府给我们加码 当天我们会发送6000张以上的兑换券 所以来到会场的好朋友们 除了可以索取兑换券以外 在我们的会场上面 给我们老大人走秀拍手的相亲 更可以在11点钟座位上 再加码送消费券 哇 所以我们帮老大人拍手的 我们也有给鼓励 所以也谢谢县政府 县长徐贞 会特别加码补助 我们当天所有的消费券发放 到达6000张以上的一个消费额 甚至于我们的孩子师长家长 都会共同来为我们的长者 限于更多的鼓励 甚至于分享到我们孩子在学校 所学的展演的节目 都会在其中 所以我们对幸福的吉安快乐的氛围 有很高的期待 也希望能够创造更多吉安的农业产值 OK 所以这个韭菜婚礼 除了有50对结婚50年以上的 英法夫妻呢 能够做创意的婚礼服装的走秀比赛 算是小小趣味竞赛 可是奖金很高 我觉得真的是 之外 所有任何现场参加活动 不管你是去拍手的 去看热闹的 还是一起来体验这个快乐氛围的 都有原有劝 现场有市集对不对 我知道吉香掌 你首创的那个吉野餐 会加入对不对 市集的部分谁要补充 好 吉安农会的家政班的成员 有700多位 是全县最多的一个家政班 我们现在目前有18个家政班 那最大的一班有将近有100位 所以我们家政班的成员 都是沃湖昌龙的家政姐妹们 这些妈妈们 她们的才艺都非常非常的好 那乡长也希望说 借由她们的手艺 来配合我们的韭菜 配合我们吉安的农特产品 来创造更多的所谓的品项 让消费者来品尝 这样子才可以把整个吉安的 所有的农特产品来行销出地 所以现场除了刚刚 厢长有所说的芋头水饺 芋头水饺 韭菜水饺 还有正常的高丽菜水饺以外 还有一些利用我们在地的 所有农特产品创造出来的 所有的料理 哇 所以就非常的好吃好玩 又有趣又好看 还有好听的表演 对 除了我们的这个家政班姐妹的手作以外 我们会挹注有食摊的原民风味 跟韭菜一起来挹注我们美丽不一样的创意 所以如果您对煮菜有兴趣的 大概把全部的摊位绕一遍 回去以后就知道我们很多的美食创意 怎么挹注我们的创意料理在里面 那同时我们也有工艺摊 让我们带会的 让这些脊椎商产的好朋友 就包水饺 他们因为脚没力 手很有力 所以他们包出来的水饺 几乎在煮的时候都不会破掉 会散开 对 也不会散开 那我们想 在族群融合的吉安 所以我们不分族群不分年龄 这是吉安的盛事 也是吉安农业的大事 但是吉安乡镇施政的幸福 我们希望邀请大家一起来 OK 好 现场还有 刚刚香港一开始提到的 我们邀请到我们的各国小国中的 一些音乐表演的孩子们 一起来跟大家热闹 所以当天9月16号 我跟大家讲要听清楚 9月16号早上8点半到 中午的12点半 只有短短半天的时间 就在我们的吉安浩克艺术村 那个地方很漂亮 那欢迎大家一起来 跟着我们的老大人玩 跟着我们的小朋友一起同乐 重点是现场有好多美味的市集品尝 我们的吉安 优质的浓厕产品的特殊创意料理 我现在开始对白头韭菜很有兴趣 我要回去说我们家的小孩说 不要再跟我说韭菜不好吃 你们吃错了 对 对不对 是他们吃错了 要吃我们吉安的白头韭菜 就不会说不好吃 不会呛呛辣辣的 对不对 因为小朋友最讨厌怪怪的味道 是不是 要赶快翻转他们的一些想法了 所以9月16号欢迎大家 一起来 厢长我们最后一个节语给您 好 我们欢迎所有的乡亲好朋友 欢迎全县的好朋友 一起在9月16号的上午 来到吉安乡的浩克艺秀树村 一起来跟我们分享美味的幸福 是 缤纷吉安幸福相承了 我们会推出一系列非常有趣的主题 要跟大家分享 请您继续锁定我们的20频道 谢谢乡长 正在总盖师 谢谢客长 我们9月16号大家见了 拜拜 拜拜